所得稅法並沒有43條之3及43條之4的條文 所以我們把第一案調整為審查行政院行情審議 所得稅法增定第43條之3 第43條之4及修正第126條條文草案 那特別向委員會來提出說明 也就是我們在這裡 行情審議我們加個增定 向大家做個說明跟報告 我們現在請議事人員宣讀今日議程 討論事項 1.審查行政院行情審議所得稅法增定第43條之3 第43條之4及修正第126條條文草案案 2.審查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擬據所得稅法增定第43條之3 及第43條之4條文草案案 先讀完畢 好在這裡我們要進行我們今日議程之前 我先向委員會做個報告跟說明 因為有很多的團體包括銀行公會 那他們對這個反批罪條款有很多的寶貴的意見 那今天早上國民黨團 奈士保委員也特別來說明說 是不是今天能夠不要處理先進行答詢 那假如這樣子的話 那我先向委員會做個說明 我們今天是不是我們能來答詢 然後我們要開公聽會 那公聽會開完以後我們再來做有關條文的處理 那今天早上奈士保委員也希望說 能夠在會前先向我們委員會做個 Announce 先做個宣告說今天這樣子來處理 那來 會員來 做一個會議的詢問 這個全部只有兩條 而且我記得印象裡很深刻 我們吳秉慧委員從上一任到這一任 針對這反稅避稅條款都講了發言很多次 所以說不做 一年稅損了幾千億 損失了幾千億 都土地有錢人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轉變成這個樣子 是不是主席可以給我們 奈士保並不代表我們黨團 他只代表他個人的意思 至少我沒有接到通知說 這個案子今天為什麼不審 好 這個是財政部的立場 財政部應該要說出來 或者經管會說出來 他要不要審 他為什麼不審 我們都有委員三番兩次在這邊講 這反避稅條款是一個恥辱 不審的話會讓很多人逃稅等等 我是覺得當我記得從上一任期到這個任期 你被罵了那麼多次 我不知道 蘇琪 你了解不了解這個案子的前因後果 你這樣子不審的話 是不是像有錢人在靠攏啊 我反對 好來 來 委員來 主席我要說明 我們當然是支持反避稅條款 從第八屆立委就開始 當時最complaint的是那個程序 因為經過委員會 通過了審查 而且是不需政黨協商 然後送到院會去 國民黨黨團就把他拉下來 拉下來之後就不聞不問 當初一直在討論是這個程序上面 為什麼是這個樣子處理 所以你 國民黨在民國102年的時候 你們的財政部當時的張部長 把這樣子的朝案送到立法院來 在財政委員會大家通過審議 審議之後就是不需政黨協商 送到院會 結果到了院會的時候 國民黨黨把他拉下來 由國民黨主導協商之後 就不再進行任何的協商了 一擺就擺兩年多 擺到第八屆的會期就結束 所以當時一直實疑的是說 如果你財政部 做你的這個 所謂的責任政治 你自己主動提一個法案來 來到立法院 在本委會給你支持 然後送院會 然後之後國民黨黨把你拉下來之後 既然你國民黨主導協商 至少你財政部要去要求協商啊 財政部從來都沒有去要求協商 也就是說自己把那個案子再吞回去 當時最爭議的是這個程序問題 那至於私底任務該不該 我們等一下大家來討論 然後經由大家表達意見 充分表達意見之後 這個是到目前為止 我看到三個黨 因為親民黨沒有在我們的委員會 三個黨都支持的案子 那到底會引起什麼樣子的效果 那會 對國家的財政有何注意喔 所以我是覺得 這一點在這個地方所有清清楚楚啦 那如果費委員你這麼喜歡做 政治的這個操作的話 你的態度大家是可以看得出來的 謝謝 我們希望這樣子啦 請問什麼叫做 不要 什麼叫做政治操作 從第一八會期到這會期 不是一直有人在講嗎 而且講的正氣裡人 說不審的話 就是 就是像有錢人靠攏嗎 我不知道我主席啊 我們審任何案子還需要什麼公會統一喔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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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公會 對不對 我們為什麼要他們 他們同意呢 這樣子是 既然你當主席你排了 然後現在告訴我說 還有什麼官會同意 那乾脆請他們來審好了 我來做說明 會委員 我剛剛沒有講公會同意 我是說 各個團體有意見 那最主要是今天早上 耐士堡委員說 希望今天能夠 答詢完了以後再開一個公聽會 這是耐士堡委員的建議 我沒有講公會 這個 會員不要誤會 我 可以回頭看一下我們的錄音帶 我從頭到尾沒有講到 任何一個公會說 他們的意見 那我們就聽他的意見 大家先了解這一點 我是說有各方面的意見 所以這一點我們希望說 不要在我們委員之間產生一些 沒有必要的 這個口頭上的一些意見 彼此的衝突 我想這個沒有必要 還有一個意見來 我想因為我剛剛一再的陳述 目前三黨都是贊成要來修這個案子 那 如果非委員認為說 這中間不需要再有其他的人來表達意見 就今天尋答完之後今天就要處理 那我也沒有意見 所以希望主席能夠英明的決定 他就認為今天該處理 那今天就處理 那剛剛 因為 早上碰到奈委員 那他表達的意見 我是覺得 我們基於大家委員會的和諧 他講的我覺得 也可以接納 不過 我沒有想到非委員的意見跟 我以為是你們黨團的意見 結果剛剛非委員講說不是黨團的意見 所以我們就恢復我們委員會正常的運作 好不好 我們恢復我們正常的運作 至於要不要開公定會 我們最後答詢的結果 我們大家再來做決定 那我剛剛的 我剛剛的宣告 是本來是基於和諧想說今天先讓大家 因為我們還有其他的 委員可能要到其他委員會去發言 我怕說 把你們綁在這裡我不好意思 因為要處理你們一定要坐在這裡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讓大家可以有自由時間發揮 希望委員會能夠了解 這個主席的立場 我不是在偏談哪一邊 也不偏談奈斯堡委員 我也不偏談什麼公衛 更不會偏談 我先向大家做個說明 好不好 那我們假如這樣子的話 那我們仍然繼續正常程序我們來尋答 尋答完了以後 我們再來做決定好不好 好 那現在我們要請 本院的時代力量黨團代表來說明提案的要旨 來 方委員請 謝謝主席 還有本委員會其他的委員 我想剛剛 吳平日委員 已經把這一個立法的歷程 做了相當清楚的說明 事實上 這個防海外避稅條款 在立法院的上個會期當中 財政部 就已經提出了修正草案 送到委員會裡面去審議 也完成了整個委員會審議的過程 結果後來 是被拉下來黨團協商 那導致 整個立法工作沒有辦法完成 我相信 就有關於企業 他們透過在避稅天堂 設置紙上公司 去逃避 他們所應該承擔的租稅責任 這件事情 在我國的法治上 目前所存在不充足的部分 必須要移於補強 可以說是 除了少數的大財團以外 的社會共識了 那因此 時代力量 在這一次 本屆的會期當中 上一次 我透過 請教 財政部部長 前財政部部長 張盛和張部長 張部長也在本委員會的尋答當中 把他個人對於 上個會期 沒有辦法完成立法工作這件事情 表達了強烈的遺憾 那我必須要說 今天 所提出來的這些條文 不管是CFC 還是PEM 特別是CFC 在世界各國當中的立法 早就完成了 早自美國 從1962年開始 就在他們的內地稅法 增設了subtopf 加拿大 德國 1972年 法國 1980年 英國 1984年 紐西蘭 1988年 澳大利亞 瑞典 1990年 挪威 1992年 丹麥芬蘭 葡萄牙 1995年 墨西哥 南非 1997年 阿根廷 委內瑞拉 1999年 義大利 以色列 愛沙尼亞 2000年 我就不要再繼續念下去了 這些國家 針對CFC的部分 在上個世紀末 早就已經紛紛完成立法 結果我們今天 2016年到目前為止 早就應該要實現租稅公平的法案 早就應該要實現租稅公平的法案 卻躺在我們的國會當中 實施的沒有辦法通過 那因此 時代力量 推出了 這樣子的法案 基本上是按照 參考了非常多學者的見解 以及 我們 上一屆的政府 他們所組成的覆改會 所提出來的建議 在參佐上一次財政委員會 他們在實質討論條文的內容當中 所提出來的條文 那這個條文的內部 雖然跟目前財政部所提出來的條文 有若干出入之處 但是在基本的核心設計上面 內涵上面 是相當一致的 那我希望本委員會 能夠早日的完成 這一次海外避稅條款 的審查 不要再透過任何的理由 來加以拖延 那至於說其中 法條的設計 跟現在財政部 他們所進一步提出來的規範 那若干在技術上面的差異 我相信 都不構成法條完成三讀的障礙 在委員會當中 今天接下來的審議程序當中 我們都可以進一步的仔細來斟酌 要怎麼樣子訂定 對我國未來整個 防海外避稅條款 整個實現租稅公平的制度 能夠有更實際的幫助 謝謝 好 感謝黃委員 那現在我們請 財政部許部長報告行政院的提案 並回應 那時代力量黨團的提案 請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理事先生大家好 今天貴委員會審查 行政院寒情審議的索羅吹法 第43條之3 第43條之4 第126條修正草案 及大院時代力量黨團 擬據同法 鎮定第43條之3 及第43條之4條文草案 本部曾要列席報告 深感榮幸 以下僅就行政院寒情審議 第一次修正草案檢要報告 並就時代力量黨團提案提出說明 敬請各位委員指教 關於行政寒情審議的部分 修法的背景 那現行所得稅法規定 盈利是在海外投資獲利於實際分配時 使記入貨配年度所得的課稅 跨國企業常介於低稅務地區 成立受控外國公司 請教訊 請教訊